立議會開幕第一天 就有前來有一次議員 是曾經公布林圓跟林氏林圓 凋身百分之三的議題 來提出他們的看法 有議員認為 他接到林氏林圓的反應 這個凋身 但是凋到基本感觸就覺得不公平 當然也有議員就要求 要退回這個五勝書 中心變得林氏林圓的加薪費用 市府秘書店就表示 這林氏林圓的加薪金費 會由國單位 他們自己來動用五勝 也是有賣金來做支援 台南四季會開幕第一天 四季原創有費 須身占隊公布林圓 跟林氏林圓 凋身三%的議題發援 創有費至於 政府不把林氏林圓的加薪費 變得有算式裡面 要求退回有算式 中心變得有算 四季原公佈風雅林圓 部分林氏林圓 只加薪加到基本感觸 對他們來說是真不公平 我們來營業說要凋身三% 剛才說占隊正式的 現在還說廣告尾 還說認識的 現在說工友期間好 很多包括我們職務員 很多 我今天 我感覺變烈是明顯 叫屬性有差 我們政府美其議說 要給他們加薪3% 但是呢 他們沒有辦法享受到 這樣子的一個恩惠 就是不要再去分期間 什麼會什麼會什麼會 政策的非政策的 你既然要聽做一次聽嘛 市府秘書店無心修回應 林氏林圓加薪的部分 將由國黨委入部會上官吳賞 也是當中第一吳鼻金支援 有價增加3千多萬的支出 我們在調身的過程 我們都很慎重 因為你認識林圓加薪到4.72% 我們如果加變7.72% 但是我們在基本工資 有超過基本工資的 他就配合公告林圓這會的條件 當沒有條件 第二就是說 所以他這樣就不會受 他沒有貼到基本工資受費 所以他會負公告林圓 跟沒有這會條件 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林氏林圓這些心資 都分散在國局處 現在國局處 進入匪的壓度 其實趴手不太高 所以我們這上有各局處 自己的合部會 組成去調整 如果如果不夠 比較遷有我們市政府的 第一吳鼻金 還是第二吳鼻金來支援 以前對進市頂完 加薪三八的部分 企護足夠處處處 成熟資基存 企護增加11個基存 將由一般公有三個年度 林氏會 存下來的整個幾乎5億 另外5億有夠有法定基金 100.7年有算基存 因此他也表示 不需要中心變得有算 基家邱玉文承認升起幾乎 彩虹波德